今天才是晚间新闻 我是李易如 桃园的防疫旅馆 爆发了群聚感染事件 指标个案案16851 在自主健康管理期盼确诊之后 卫生局人员进行回溯 结果意外的发现 包含了他在内 桃园的这间防疫旅馆 总共有八个人确诊 而其中六个人呢 是在同一层楼 而在这六个人当中的四个人 病毒序列相同 都是感染到了Delta变异株 那么指挥中心强调 这四个人的基因定序一样 所以至少有三个人 一定改列本土 还要看后续的状况 才会判定到底还有多少人 会被尊列 原来是一名从中国返台的男子案16851 在解除14天检疫后 回到住家自主健康管理 但人都已经回到社区七天 却在骑满前快筛被验出阳性确诊 卫生局立刻展开调查 回溯裁检他曾经住过的防疫旅馆 发现有八人确诊 包括他住过的六楼同层旅客 总共有六人确诊 五楼跟八楼也各有一名各案 入住时间都有重叠 精英序列比对后发现六楼确诊的六人中 有四人病毒S精英序列相同 其他人则是还在检验当中 哪些是要改列成本土案例 整个整体我们都清查清楚 这四个案例里面就一定是试检疫 一定有三个是本土的 只是指标个案案16851 其实早在上月20号就从中国返台 但指挥中心进一步追查发现 住在同一层楼越南返台的案16768 其实发病时间更早 在入境当天就有症状 加上它的精英定序结果是感染Delta 跟先前国内从越南境外 移入的Delta个案都相同 研判它才是可能感染源 只是外界也质疑案16851 在12月11号就确诊 却拖到如今才宣布 旅馆全动清空 难道当时是在隐匿消息吗 16851的案号就早就已经列了 一个是要研判这个案件的一个 是一个个别的一个独立的事件 还是一个群聚定义为一个群聚的事件 然后才会做相关的楼层的清空 只是春节砖案才刚上路 去接连发生指标个案 解除隔离回到社区后才确诊 又意外发现防疫旅馆多人难易 到民众难易行案 就有点名声 你就想要台北桃源做好报道